我们先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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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哥就在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257页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 九十五经 这里说到 有一天佛在辟舍里 但是应该跟前面一样 照理说 应该是叫王舍城 当然听说辟舍里 也有一间安摩楼眼 但是这个祺婆的 祺婆的药师安摩楼眼 照理讲应该叫王舍城 因为祺婆也是王舍城的人 那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说 这个是世尊想到他过去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 那么 的一些事 就是这一生的过去 那么他说 我还没成佛以前 我习未成正觉时 就是 还没成佛之前 常常一个人 在那边思维 独一尽处 专师 禅师 思维 就一个人 那么禅修 在禅修里面 的心 都在想些什么呢 他在想 那个时候我的心 都是在思维些什么 然后他就发现 佛陀自己跟比丘说的 说我以前 还没成佛以前 那么 这个心 那一般我们讲 不是在过去 就是在现在 就是在未来 然后他就在想 那个时候 心 多数在想些什么 他就观察自心 多足过去 五欲功德 少足现在 五欲功德 那么追逐未来 世的五欲功德 转负为少 好 那么这里讲到三个 过去 现在 未来的五欲功德 那这个我们稍微 稍微讲一下 那么佛陀 这个跟我们的心 也是一样 我们的心也是 不是在过去 就是在现在 就是在未来 那除了过去 现在未来之外 没有其他的了 所以叫做过去心 现在心 跟未来心 过去 现在 未来 但是他发现 那么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最常想的 那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 那佛陀是讲他自己 静下来最常想的 都是过去 这些我们多数的人 应该也是这样 就是 但是有一些人 但是还要看 如果是年轻人的话 小孩子的话 大部分静下来 他会想未来 长大后 怎样怎样 可能比较多 因为他过去很少 他过去没有什么好想的 那如果是中年人 他有可能 一般人 他也可能会想 那么 静下来的时候没有境界 静下来的时候境界不太多 那也想说 那如果正在境界里面 当然就会想 现在要怎样怎样 那么多数会想 也是会想未来跟过去 那如果年纪大的 那当然多数讲过去 未来没有什么好想的 也会 但多数 就是心会在哪里比较多 那么 他是讲过去的五欲功德 五欲 五欲境界 那么现在的五欲 那未来的五欲 那这个基本上 就是所谓的 五欲 他基本上就是生贪爱 五欲境界 多主 这个比较多 这个是最多的 这个是多的 这个就是少 这个就是为少 这个是佛陀的 那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件事 为少 好 那 这个是你静下来想的时候 那也有可能 他基本上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 那是这一世的过去 小时候 或是什么 或是之前 那 这个我们来讲 这个其实就是贪爱 那我们说 其实主要的贪爱有两种 贪爱有两种 那阿罕经讲三种 部派讲四种 那就是分开的问题 那只要 这个其实就是我爱 我爱我所爱 我爱我所爱 有我爱 有我爱有我所爱 那基本上我们说是这样 烦恼 烦恼是从我质 那转成 就是有我质 就是有我质就会其我爱 我爱一定是从我质来 那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这两个是一定 一定是香水的 好 那我们叫做贪爱 那贪爱有一般来讲 有两个层次 阿罕经讲三个 那基本上主要就是 所谓的自体爱 对于本身自身的自体爱 一个就是 禁戒爱 那自体爱就是自身 自身 眼耳鼻舌身 眼耳 或是五蕴 这个是感官的 由这个感官产生瘦 眼耳鼻舌身 那么由这个 只要这个是感官的 然后后面 眼耳鼻舌身 这个是心 那么对色 这个禁戒 那么禁戒里面 主要有分两种 那自体爱延续 自体爱的延续 叫做后有爱 自体爱的延续 叫做后有爱 就是我这个自体 那延续到未来生 求长生 求永恒 这种是后有爱 那禁戒爱 那主要是自体爱 自体爱跟禁戒爱 那自体爱延伸 叫做后有爱 那禁戒爱又分成 禁戒爱又分成 我们叫做喜滩俱行爱 喜滩就是对现在的禁戒 五欲功德 对现在的五欲功德 兰续 就是这里 喜滩俱行爱 那一般我们讲 欢喜赞叹兰续 喜滩俱行 那一个就是比比喜乐 比比喜乐就是未来的 心求未来 比比喜乐是心求未来 一般我们讲 《阿兰经》里面 应该在前面这边 我们的心基本上 那一般来讲 从这里讲好了 当然揽着现在 丹链现在 揽着就是心求未来 心求未来 这个应该在前面 不知道第几经 我看一下 心求未来 丹链过去揽着现在 前面五十几经的样子 我记得了 没有 再来看一下 前面不知道第几经 我看一下 阳链现在 阳链现在 面临意 灭 顾念过去 顾念过去 心求未来 在 在前面第几经而已 顾念过去 心求 在 第十页 第十页有一个 他叫你观 过去未来的社无常 因为你心会 足足在这些 过去未来的五一功德 所以他叫你观 有没有 不顾过去社 不心未来社 那么 于现在社 艳离欲灭尽 那因为我们会 顾念过去 心求未来 揽着现在 所以他叫你这样观 不顾念过去社 不心求未来社 那另外在第几经里面有这个小 类似他这个经也是这么说的 顾念过去 心求未来 那么 我看第几页 再来 好 我们来看四百一十页 他在讲到顾念的时候 顾念过去社的时候 又讲到 有六种顾念 六种顾念是哪里 那么 社身相畏触法 有没有 那你看 这个就是六种顾念 好 那么 顾念 有些在 有些在哪里也有讲 就顾念过去社 心求未来社 那 单 男着现在社 或是单念 单着现在社 应该不知道在海里 哪里还有 好 那我们大概先知道一下就好 就是第十 第十经这边 就是顾念过去社 心求未来社 第十页 第十经 不顾过去社 不幸未来社 顾念心求 好 那我们来看 那这个 这个就叫做 比比喜乐爱 心求未来的五欲功德 其实就是社身相畏触法 六种顾念 那么 其实就是贪爱 这个就是贪爱 心 贪爱的心 贪爱的心 那么 新求未来 那这个叫做比比 这个是比比喜乐 现在的境界 比比喜乐 那应该不是 他这个喜滩 比比喜乐是这个 喜滩俱行 是现在 这个是喜滩俱行 那顾念过去 那应该这样写 这个是顾念过去 心求未来 对照第十经 我们把它 我们把它合起来看 顾念过去 心求未来 那么懒卓现在 单懒现在 单卓现在 一般是这么说的 就是懒卓 单恋懒卓现在 过去 现在 未来 那这个 这个喜滩俱行 是指 就是现在的这些境界 现在的五欲境界 喜滩俱行 已经得的 应该他是这么说 已经得的 他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也差不多 他这个是已经得的 已经得的这些 可爱乐的境界 已有的 已有的 这个是未有的 还没的 未有的 还没的想得到 心求 未有 未有的 未来还没来嘛 但是我希望以后有钱 希望以后更年轻 西安以后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你会心里面会追求这些东西 我希望 那么 做总统 我希望什么 我有钱 有事 这未有的 这个是 这个是已有的 已经有的 这个是现有的 这个是过去的 过去的 现在 曾有 曾经有 应该想 这个是现有 这个是曾有 曾经有 现在 现在有可能有 有可能到现在还有 有可能到现在没有 或是不一样 那么 都是这些五义功德 那这些五义功德 不外乎就是 所谓境界 这些五义功德就是 言而鼻舌身 对色身相畏处 言而鼻舌身 言而鼻舌身 鼻舌身 意 对色身相畏处法 因为这个重点在受 这个重点在这个境界 色身相畏处 那我们的 我们的这些感官 面对这些境界 这个是跟 这个是曾 跟曾和合 生世 跟曾是和何生 就是了别 了别之后 跟曾是和何 处去受享时 开始有受 受就有苦 有乐 这些就会造成 你会想 那心 这样 因为处去受享时 就是他有那个像 然后你就 有想 就是会思想 重点在这个思 重点在这个思 你心里面审率决定作用 他想思跟想 他基本上就在这里 心静下来的时候 你那个影像现前 那你会怎么样 你会去 因为有这个受 有这个想 有那个受有那个想 有那个想有那个受 那么你的心就多会 多会想什么 然后会思考什么 那么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因为这个受 那通常都是热受 那苦受热受都是一样 你会想 那么就会贪 就会贪 那当然你想到苦的时候 就会厌礼 就会厌 那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 静下来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心想的 有些是 因为过去留下来的经验 那么这些经验 就在我们内海里面 形成一种印痕 形成一种印痕 那这个有时候 我们也叫做意愿 那么这种在我们 那佛管里面叫做种子 业种子 然后这些就会产生作用 那佛陀说 他过去的时候 那么心在过去 现在未来 他这样看 我们想过去的比较多 但是我们说 佛陀讲这部经的时候 他的状态是 第一个他已经成正觉了 就是那个时候 他已经觉悟了 那么觉悟的人 对于现在 跟对未来 是没有什么需求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或是那个时候 佛陀讲这部经的时候 他已经觉悟了 但是他在讲 他还没觉悟之前 如果已经觉悟了 他这三点 他的心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的 如果他已经觉悟了 他既不单恋过去 既不顾恋过去 也不单走现在 也不会心求未来 如果已经觉悟了 但是他讲这部经的时候 是 他已经觉悟 在讲还没觉悟的时候 所以心难免还会怎么样 难免还会揽着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觉悟啊 所以他说 他的心多在过去 无意公德的时候 比较多 比较起来 过去现在未来 那么 顾恋过去的比较多 他可能坐下来的时候 他会想 他在完工的时候 他小时候 他跟耶稣陀罗 结婚的时候 反正就会想这些嘛 然后 会想 他刚来出家 出家的时候 反正就会想这些 我相信多数人也是会啦 晚上睡觉前 我坐下来的时候会想 过去 小时候怎样怎样 然后 妈妈怎样 爸爸怎样 刚结婚的时候怎么样 那现在怎么样 然后都会想这些 但佛陀也是一样 所以他会想 在过去无意的功德多 那每一个人大概 不太一样 但多数人 我们就说看年纪 小孩子没有 过去没有什么好想的 小孩子过去有什么好想 没有啊 那年纪大的人过去不太敢 未来不太敢想 他也知道未来 但他不太想未来 未来没有什么好想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 想过去中年人 那么他也许想过去 也想未来 像现在 现在我要做什么 做什么事业 怎样怎样 那么这些 那我们说 把这个弄过来 他基本上 我们把它整合啦 那么这个心 基本上就是我见的心 我执的心 然后有我爱 他已经在境界上 这个贪爱一定是跟对境界的 那么境界不离开 所谓的 境界就叫做沉 沉 那么就是我们所谓的六种固念 410月吧 他就是六种固念 那么他是写六种固念 那六种固念基本上 其实就是都是一种贪爱 那固念什么呢 色 身 香 味 触法 六种固念 六固念 那一样基本上是这样 那自体爱就是对自己的 也没有彼此的生意 那么直取 直取那个瘦 那所以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分两种 自体爱跟境界爱 阿含经分三种 在境界爱里面 他分喜探俱行 跟比比喜乐 对于已有的跟未有的 跟当来的 那么这个自体爱本身是现在的 现在的眼耳鼻则生 那么所以 那如果再把自体爱再分 对于未来 相续永恒 生命永恒的存在 那就是后有爱 那么自体爱 境界爱 那么它三种是分这样的 三种是后有爱 其实就是自体爱 后有爱 喜探俱行 比比喜乐 这个是阿含经的 这个他是一种 他就写后有爱 那后有爱一定是由现在 延续到未来的嘛 所以它是一种自体爱 然后喜探俱行 及比比喜乐 那四种就是 部派就把这个分成两种 自体爱后有爱 喜探俱行爱 跟比比喜乐爱 那这个是 就是我们综合这些阿含经里面说的 那佛陀说 他静下来想 那个时候还没成佛 静下来想的时候 他会比较 就是我们的人的心 比较单恋什么 那你要知道佛陀那个时候已经出家了 那出家他对于现前的境界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懒着 因为他就是三一波过苦行 残修的生活嘛 所以他基本上是少事少欲的 那么他对未来的追求 如果有的话 那肯定就是追求解脱而已啊 他也不追求什么啊 他如果有他就是追求解脱而已啊 心求解脱而已嘛 那我们现在的人就比较不是心求解脱 叫做心求极乐 就要去极乐世界 要往生净土 就往生净土 我们就变成心求极乐 往生净土 心求净土 那佛陀当时就是心求解脱而已 那也没特别心求什么 那对于现在他 他对于现前的境界 他就是扫义知足 扫失扫夜啊 三一波苦行过生活 他残修过生活 他也不会 他对于现前的境界也不会 已经就是他那个时候 在修行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修行的时候 那么他多想着还是过去 即使说 假设你学佛 或是你出家 那么应该多数也是这样 就是你进下来的时候 你想一想你 你进下来的时候 打坐的时候你想些什么 当然除了你用功关呼吸 那个之外 那个就不在这里面 就是说 你起贪爱心的时候 那么我们不妨也 进下来想一下 就是说 假设我们打妄想 当然你关呼吸用功的时候 那个就都不在这里面 关呼吸啦 因为你就是呼吸而已嘛 呼吸没有贪恋的问题啊 没有说 我喜爱这个粗形 喜爱这个粗形 没有 他就是很单纯的 他没有喜爱的问题 平静 就是粗形 路形 或是数一二三四 数到十 又从十 又回头过来 又一二输息 那你也没有特别 我比较喜欢五 我五多数 多数两遍 也没有这样 他就是 他那个心 就没有特别喜爱的问题 但是 有时候会打妄想 接下来 有时候打妄想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 如果一个修行者来看 那么如果他有的话 那也比较是想过去 因为他过去毕竟懒卓过 或是他单练过 那现在他已经学佛了 或是他已经出家了 或是他在修行 那么他对于未来 如果有的话 他不追求未来的五一功德了 因为什么 他就要离喻了啊 他修行基本上是扫义之主 第一个先扫义之主 第二个就是离欲恶 离欲亲近 第一个 第一个是扫义之主 扫义之主 他一定从扫义之主开始修嘛 戒嘛 戒重点就是扫义之主嘛 不格武昌记 不顾王观天 不香花慢 就是这种感官的刺激 八观教戒也是这样 他就是让你减少你对感官的刺激 对五一功德的追击减少 那么出家也是这样嘛 出家是天天八观在这 照理说啦 那所以他一定是 如果你学佛修行 一定从扫义之主开始修 在家出家都一样 从扫义之主开始修 然后最后到什么 离欲亲近 它是个过程啊 所以离的一定是现在的嘛 那么你对现在的都不会追求的 你怎么会追求未来的 也没有啊 你对未来也没有 你不用说我以后 你不可能说我出家以后 当然有些人也这样啊 我要更多钱 我要庙要更大间 我要徒弟要更多 然后我出门要有人帮我撑闪 反正你一般不太会想这一些 我说我要赚很多钱 我要去买郭台银的股票 或是要去买台积电的股票 那一般不太会想这种东西 所以他要求的 他如果会的话就想到过去 一般从扫义之主跟礼欲亲近 那这个欲就是从境界来 就是从境界来 那佛陀当时 他自己在观察自己的心 多足过去无意功德 那我相信一般正常的 正常的你的学佛者跟修行者也是这样 多数也是这样 当然有少数有一些例外 他有企图心啊 要怎样怎样 反正也不一定 好 那这个是我们说 从我见到我爱 那这我爱有所谓的 境界爱跟自体爱 这是他就是贪爱 那贪爱里面有所谓的自体爱跟境界爱 那境界爱基本上是 已经有的跟未来有的 喜滩俱行跟鼻鼻喜乐 那境界不爱乌是未来的境界 不爱乌是眼耳鼻者生意 那自体爱本身就是自己的本身 那么从境界相对来讲 他是眼耳鼻者生意 那如果从心来讲 他就是色受想行事 基本上是这样 色受想行事无运 从身心来看 从心境来看 那佛陀说他对过去无异功德 比较想的比较多一点 他讲这个做什么呢 讲这个Jesus就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就讲 就是说 因为过去的已经存在一种运痕 它是一种业 它是一种业 你喜爱它是一种贪爱业 那么你 所以他接下来就告诉你 那既然他这个都有啊 他都有不是没有 这是多跟少为少的问题 那既然有那你要怎么样去解决它 如果你在这里多 那你就又另外一个 就是又另外一种修行方法 如果你在这里多 那可能就是你要比较要对峙这个 那这里都要先对峙这个 所以基本上因为你对过去的会让你现在 你对过去的遗憾会让你现在比较朝什么方向前进 因为你要补足那个遗憾 比如说以前的人 就有些人就这样 以前的人假设他很穷 那么他一直觉得没有钱是一种遗憾 所以他现在就会比较想赚钱 那以前的人有一些人他以前吃不好 那么他现在就比较很在意要吃得好 那但是不一定 有些人不会这样 有些人以前都吃不好 所以现在随便吃也没关系 所以有的人以前没有什么钱 很穷啊 所以现在他已经不怕穷了 就以前的人就看每一个人不一样 有些人以前很穷 长大以后就很怕穷 以前常常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现在就很讨厌人家看不起他 但有些人不会 有些人以前很穷 现在穷习惯了不怕穷 以前常常被人家轻视 所以现在也不在乎别人轻视 因为我都习惯了 所以这种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不一样 我看过有一些法师他就这样 他以前很穷 没得吃 所以他出家后 他有能力之后 他很在乎一定要吃得好 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 每一个人不一样 但是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问题 这个其实在告诉我们 你一定要发现 学佛就是觉 觉第一个就是要觉察到问题所在 然后才能解决问题 觉察问题 发现问题这是第一步 那么发现问题之后 你一定要有起这个心 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第二步 然后第三步就是 你要找到问题的原因 你要先发心 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你先去找方法 如果你不打他当一回事 就好像有病你不打他当一回事 你怎么会去找医生找医院 你怎么会去评估哪一间医院 哪一个医生比较会治这个病 你就不会去管这件事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这个心要去治这个病 你开始就会去找方法或找医院 哪一个医院在治这种病 比如说你要患肝 你要患心 还是你要治糖尿病 你就开始会讲中医比较有效 西医比较有效 还是一种另类疗法 还是中腰疗法 那如果是中医 哪一家中医师 比较有名 哪一家中医院比较有名 那这中医院里面 哪一个中医师比较厉害 以前我去看眼睛也这样 看眼睛以前我在浮眼 然后他们就说 这眼科里面 我以前眼睛也蛮严重的 然后他们 那么眼科里面 这个视网膜的部分 就龙肿 哪一个最厉害 这叫做留什么龙 我忘记了 就最厉害 后宫保持就把我 他的表姐刚好 唐姐的样子 刚好在他们做护士 就把我挂号进去 因为那个很难挂号 因为我们的医生都会很难挂号 他就帮我挂号去 这个也要很感谢他 那么他帮我挂号去的时候 就直接可以去看 那么你就会去找 哪一个医院 哪一个医师 对这一科 这个前提是你有要去治疗 你没有去治疗 你管他 所以第一个一定 但是第一个要你要发现问题 你不发现问题 你不会想去治疗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是问题 而且你要注意 注重这个问题 那你要有想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穷也一样 病也一样 然后死也一样 苦也一样 轮回也一样 轮回你不在乎 那就不用讲了 对不对 那所以 第一个一定要先发现问题 第二个 你要有解决问题的心 第三个 你再去找问题的原因 第四个 用方法 找问题的原因出在哪里 然后用方法 要对症下药 然后要努力 接下来就是坚持而已 坚持 一直努力 持续 坚持 然后把问题解决完 但是你在发现问题的原因的时候 你还要了解 那怎么样的情况才是究竟 这个就是因跟果的问题 有些人还没好 他以为好了 还没好 他就以为好了 结果没多久 又互发了 就是他没有真正解决 他没有真正解决 所以有些人修行修当 得出产了 或是得乌色戒精 他就以为涅槃了 这个叫非果祭果 那非因祭因是 方法不对 那你以为这个方法可以解决 结果不行 这个是非因祭因 那这个东西要先认清楚 不认清楚也解决不了 或是解决不究竟 解决不圆满 会这样 所以佛法苦极灭到 它基本上是这样 你要先发现问题 这个问题对我们未来跟现在 对我们未来跟现在 都有过分 那么你一定要先要有处理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心 然后之后就去找那个因 找那个原因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当然都是离苦 那离苦 每个人离苦的程度不一样 我只是希望我未来 再来的时候不要这么苦 因为我过去很苦 或是我看别人很苦 我希望未来不要那么苦 或是我过得很幸福 但是我希望我未来 也能够像这么样幸福 不一定 每个人不一定 那有些人就是 我不要再这样生死轮回 那有些人就觉得 好 我不要生死轮回 但是我也不要 我很爱我的爸爸妈妈 女儿儿子这些人 那我也不希望看到他们生死轮回 所以他就要努力帮助这些人 也能够解脱 然后再扩大帮助一切人 那这又是另外一位事的 那个又是另外一种 那所以有分 人天道解脱道跟菩萨道 那么这个基本上 基本上 佛佛我们说佛陀说这个经 基本上就是要告诉你 你要发现你的问题 佛陀在静坐的时候 他后来讲他为什么会成佛 基本上就是发现问题 然后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 而且把问题完全解决 然后他有能力来告诉大家 怎么样解决问题 发现问题 所以发现问题不外乎就是如理思维 那么这个必须要配合你安定的心 所以独一进触 独一进触 你进去很多的时候 你当他应付进去 这些进去都没办法 你还有办法想事情 就是很多人在对着你讲话 然后你自己还要想你自己的 那想不来 想也会但想不来 因为你要听这个要听那个 你又要做这个要做那个 你自己很容易 很难得说 仔细去想这些东西 所以他通常都是独一进触 专精思维 基本上是这种状态 那想一想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现在到底有什么问题 或是说 我现在到底在修什么行 我为什么这样修 那有效没效 那么这个你要知道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 就是稍微理解一下 这整部经 好 他说 他自己这样想 独一进触 禅思思维 那一般来讲说 专精思维 因为禅就是心 心一进触 那么我这个心 自己这个心 平常我都是攀缘什么 都在哪里 那么不外乎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 他自己观察 所以我们说 第一个就是要觉察 觉察是第一个 你要养成觉察自心的习惯 多足过去五欲功德 过去的设身相为触法 这个法言过去 他就是 法成就是过去的 那么一般我们叫妄想 就是你在想些什么 那么佛陀说 他那个时候 他发现 他自己想过去的比较多 想现在的 还是在五欲功德 还是在五欲 这里的五欲功德 其实就是五欲的作用 跟殊胜 功德不一定是好的 像这里的五欲功德 就是不好的 有时候也讲烦恼功德 就是作用 作用 那一般功德会用在好的部分 比如说精进 念 正信 正见 但是有时候 因为功德 它其实是一种作用 那么有时候 我用在不好的 那像这种五欲 五欲有什么功德 五欲是不好的 过患 一般佛法会说 五欲的过患 那比较会少说 五欲的功德 但基本上 也没有错 因为功德 就是一种作用而已 就是五欲的作用 你会懒着这些五欲 少足现在五欲功德 足未来是五欲功德 后面没有写 那其实说 足未来是的五欲功德 转负为赏 其实是这样 所以说 第一个 多足过去五欲功德 少足现在五欲功德 那么足未来是五欲功德 转负为赏 好 我观多足过去五欲心理 那你看 他现在已经找到问题了 他的心 过去现在未来他都有 他都有贪着 可是过去的心比较偏在 比较偏在追逐过去五欲功德 所以他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第一个要解决的 有解决的顺位 次第 那孔子也讲 大学里面讲的 那么 知所先后 则进道 就是说你知道 你知道什么是根本 什么是枝末 什么是最先要解决的 什么是最后要解决的 那个就是道 次第 你要知道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 要先解决这个要先解决那个 物有本末 事有宗史 知所先后 则进道 这个是 我忘记了 应该是大学里面说的 他讲诚意正心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我以前背很多这种四十五经 现在不太背 但是还记得一些些 物有本末 事有宗史 知所先后 则进道 其实佛法也是这样 叫依次第 次第修 次第学 那么 则进道 就是得真理道德 那么本末 根本跟朱末 那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是舍本朱末 那舍本朱末怎么修也修不来 我们叫舍本朱末 就是要知道根本 奴家也讲根本在心 根本在心 君子雇本 本雇而到生 就是你要先照顾你的心 心是根本 那所以他讲君子雇本 本雇而到生 那么在这里 他另外一个君子雇本 你先找到什么是根本 那么这根本 你把它照顾好 兼顾 你依这个根本去修 那么到就起 这个是要知道 这个次第 知道根本 知道次第 那知道 开始要怎么样 最后是怎样 就是圆满究竟是怎么样 那你以为 所以 所以佛陀实在很多人都认为得解脱 佛陀 那个就是还没看到末 他以为到究竟了 他正出禅就以为得出果 正四禅得这四果 正事无设定为得涅槃 没有 本雇而到生 这也是奴家讲的 但是其实道理是通的 那佛法讲次第 一样 那你要知道根本跟之末 什么是根本 什么是之末 像我们这些宗派 天台宗什么宗什么宗 其实都是从佛法的根本佛教 从根本佛教这样发展出来的 那么根本是什么 那么之末是什么 你不要在之末上计较 就好像比如说持戒 比那也因缘所显 你要知道佛制这条戒的根本用意是什么 所以我常常讲 比如说过午不死 他不在于吃跟不吃 他在贪跟不贪 他在贪跟不贪 那比如说受死 他不在于有没有人 他重点是当时 当时 那么他是脱波的 人家没有拿给你 你自己拿 会引起激险 会引起激险 我没有要给你 我只给你芭樂 没有给你苹果 你连苹果也拿 所以他会引起激险 那人家没有给你 那么他亲手拿给你的 就表示他给你的 这个就没得激险 这他亲手拿给你的 就是他要供养你的 那你自己拿的 他就会有两种 一种就是 苹果跟芭樂放一起 那他只给你 芭樂没有给你苹果 你把苹果拿了 第二个就是 他本来只要给你一颗 你拿了三颗 那么这个也会怎么样 或是这个苹果又好的跟不好的 比较大跟比较小的 他是要给你比较小的 就是你本来拿了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就会引起什么 引起激险 其实他的本意 实际上就是你要知道那个根本 他知这条件的根本是什么 本意是什么 那现在如果是我们都自己煮 那么你自己煮自己发 你还要 你没有什么激险的问题 没有激险的问题 这个都是你自己的 那么所以 慈戒也这样 修行也这样 修行也这样 比如说 好 修不静观好了 修不静观的根本 他是要对峙你的贪爱心 但是你的贪爱心 没有了 其实他就是要对峙你烦恼的 只是对峙烦恼而已 你不静观修成不能解脱 他对峙你的烦恼 结果你贪爱心去掉了 承认心生起来了 承认自己的 自己自杀死了 反而不能修道 本来是助道法 就是把障碍你的 把障碍你的这样的贪爱烦恼去掉 浮住结果你贪爱烦恼扶住了 却引起什么 引起秤秤的烦恼 就有一点像什么 我们去 我们去 好 比如说我们骨头不好 风湿痛 这个常常有 那风湿痛 你去看医生 这个药本身是要治你的病的 让你不痛的 结果你吃了这个风湿痛 他加了很多类固醇 吃一吃一吃 吃了之后肾有问题了 骨头是不痛了 肾痛了 就变成这样 或是说骨头的药 常常很伤胃 所以骨头的药 通常都要配胃药吃 真的 那精神科的药也一样 都很伤胃 结果如果没有的话 变成 你骨头不痛 胃痛了 那这个不是治病的根本 但是他有些有后遗症副作用 那休闲他也要注意这个东西 就是他根本是要治病的 你这个病好了 不是把这个病治好就好 你如果的用意就是 我只要让他骨头不痛就好 其他的不管 好 骨头不痛 胃痛了 胃不痛 肝痛了 那你这样就没有意义 这样就是你处理不完的问题 一个问题又引发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又引发一个问题 那你本来是要解决问题的 可是你在解决问题的当下 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你骨头不会完全不痛啊 当然是又引发新的问题 就是说你原本的问题 暂时扶住也没有解决 但引发新的问题 那你 可是你的根本是要解决问题的 后来就变成 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没有彻底解决 又生起新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认清楚 你在修行上就会很多这种哦 就是你本来要解决苦的 结果一个苦 没有解决完 只是扶住 那么你又生起很多新的问题 那这个有时候 我在宗教上也很常见 也很常见 那么有一些很多华会 或很多的修行 它会引起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讲 我们讲 好 我们讲战场木轮好了 战场战略本 战场木轮 现在有很多人在推广 那么它原意是让你一种 这个其实不是佛说的 但是就是它方便 让那种 让那种对自己极没自信的人 他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他就借由这样的方式 来让他安定 结果就产生新的问题 他凡事都什么 凡事都借由这个 他对自己更不相信了 因为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嘛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 需要别人来跟你肯定 需要别人来跟你肯定 你没有办法决定事情 没有自信的人 自己决定不了事情啊 所以他借由这个 借由这个战场木轮 那么由他努力修行 然后借由佛菩萨来跟他肯定 你现在业障已经消除了 你的善业偏多 怎么样怎么样 他对他自己肯定 可是 你却因为这个 对自己更没自信 为什么 凡事都要由佛菩萨来肯定 我的寺庙要盖在东边好 还西边好 那么我要收徒弟好 不收徒弟好 我现在能像我一大师 我一大师很有修行 但是后来他都自己持戒亲不亲近 不亲近 从比丘戒退到沙咪戒 又从沙咪戒变成菩萨戒 又从菩萨戒变成五戒居士 你看 那这种就变成你更没自信 他本来本意哦 他本意这样的方便 本意是让没自信 不能做决定的人 借由这个方便来做决定 偶尔为之 后来就变成经常为之 凡事都要透着 这个佛菩萨来跟他做肯定 他就越来越没自信 就好像喜欢算命的人 大小事都去找人算命 他一定要算命的跟他肯定 他可以嫁这个人 他可以做这个事业 他可以住这个房子 他才能够安心 那这样反而会有副作用 反而这个问题看起来解决了 但是实际上产生更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舍本竹末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次第的问题 第一步要做这个 第二步要做这个 那么第一步佛法来讲 比如说八正道 他要从正见开始修 就是你要先清楚方向 地图先找对 方向在哪里先弄对 你这个第一步没有做 人家跟你讲 那么在往东 那么你好 你知道往东 东也有分 东哪边东哪边 那么你东南跟东北 那么你都没有弄清楚 你就一直跑 一直跑 人家应该是往东南的 东这边还有岔路吗 你都没弄清楚 那就往东北一直跑 越跑越远 越跑越远 等到你发现不对的时候 回来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这个是什么 你没有按次第 那现在的人 比如举个例来讲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第一个 八正道第一个是 正见 比如正见之后 正与正业 正思维 然后正与正业正命 你没有 你都不了解 修行的次第是什么 修行的方法是什么 你就开始修行 比如说开始拜佛 开始念佛 开始打坐 很多人这样 很多人修行了之后 他就开始闭关 他连怎么修行都不知道 他的修行就是 我一直念佛 我一直打坐 我一直拜佛 这个还不是 这个 这个是正见正思维 正与正业正命 正经经正念正定 这个是这三个 正经经正念正定 你都还没有正见 你不晓得什么是修行 为什么要修行 修到什么程度 才叫做圆满 修到什么样的状态 才叫做相应 你都不知道 你就棉被盖起来修 不是棉被盖起来修 是门关起来修 棉被盖起来是不能修 是门关起来修 那么你就开始 你就开始这样修 修到有境界的时候 糟糕了 你执着境界 有很多人这样 修到有 这个我发现到很多 很多闭关的会出问题 他先没有证件 没有那个方法 没有 一顺导师说 他早期在 永泉寺 法古山 不是法古山 讲错 古山 古山永泉寺 虚导上的道场 还是云基山那边 那是古山永泉寺 虚导上有很多道场 虚导上很厉害 虚导上是有证件的 而且有戒 有正宁正业正命的 但他的弟子很多没有 他的弟子没有 虚导上那种政界 也没有虚导上那种功夫 就是政界 他持戒经验 他心很安定 而且他有政界 戒跟定没有 戒没有具足 政界没有具足 那么他就要学虚导上 做整天的 隐恋不生 没有办法 虚导上境界来的时候 他能够分辨 他能够分辨 而且他不会追逐境界 他有神通 他也不会丹念在神通里面 不会 可是你没有那种功夫啊 你没有那种功夫 你有那种境界 你就惨了 你就惨了 那么你开始会追 因为那个境界更殊胜嘛 那个比武裕的境界更殊胜 那你平常对武裕就懒卓了 那现在这个比武裕更殊胜 你怎么不懒卓呢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 你就会陷在里面 那个就是什么 你不按次第来 你没有按次第来 那没有按次第 你就会产生后遗症跟副作用 那这个 所以多数的人 没有政界 没有正思维 平常没有在想 没有觉察的能力 那么 这种政界也没有落实在生活上 正与正业正面 遇到境界 亲起伏很大 那么 这个时候你就 你就毛起劲来修 就是念佛念得很境界 打坐 这个 这个波座上面 九十天不坐不过 我告诉你 不要说 不要说没有境界 就算有境界 灾难才开始 为什么 你没有政界嘛 你不会去分辨这些境界 是 你没有那种观念 你也没有那种力量 没有那种得恨 去处理这种境界 那个时候反而 反而对你是伤害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 所以 一般来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次第 就是要按照这个次第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念佛 念念念念念念 念到什么 看到什么 看到很多境界 他就直取上了 我们说过 太区大师有一个徒弟 他持咒 他好像念大悲咒 那么念到感应 而且后来感应到 感应到 这个 这个普贤菩萨 其六雅白相 来跟他灌顶 哇 这个境界殊胜 普贤菩萨 其六雅白相 来跟他灌顶 传他法 那么他直取上 直取上就麻烦了 就麻烦了 后来反正就 反正也 反正就是后来被军阀抓去 因为军阀因为他有功夫 可以帮他打仗 反正 这种东西就是说 你 你开始直取这种境界 那么 这种境界 并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利益 没有办法 但是你要知道 比如说 好 你念大悲咒 大悲咒的根本 那个感应的东西是织末的 你看本末 大悲咒 大悲咒的功德 不是说 因为我念大悲咒 那我看见大悲观音菩萨 所以我念大悲咒 给人家 小孩害怕 到小孩 那老人很拔岛 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 家人有鬼 要敲刀 我念大悲咒 撒一撒就好了 不是 这个不是大悲咒的作用 大悲咒的根本功德是什么 你有大悲心 大悲咒的功德 是你念了之后 生起大悲心 这个是大悲咒 真正的根本功德 那你没有 你就那些 比方说神通 神通只是禅定的 禅定随附而有的作用而已 他真的作用是什么 引发无肉会 禅定的根本功德 在引发无肉会 不是在引发神通 大悲咒的根本功德 在生起大悲心 不是在制造大悲水 那么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这种东西 你就是本末 舍本足末 本末导致 专门 专门 你的念大悲咒 是专门在制造大悲水 然后去给人家治病 不是这样的 是你有大悲心 去帮众生解决 有智慧当众生解决烦恼 那么这个才是念大悲咒的本意 那像观音菩萨这样 在哪里有痛苦的众生 他就去帮你帮他解决烦恼 哪里有需要帮忙的众生 他就去哪里帮助他解决烦恼 那当然要传授给他智慧 传授给他方法 那么这样才能帮他解决嘛 那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自己都没有这种智慧 你怎么样帮助别人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有这个智慧 但是你没有大悲心 你也不愿意去啊 所以其实他的目的在这里 那我们不知道的话 就会本末导致哦 就会舍本逐末 那么你又没有赤地 又不知道根本 那你就 不知道本末 那你就麻烦了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佛教界里面 很常见的 我就说过以前我去菲律宾 那看过一个闭关的 他在菲律宾的一个学校 然后那边闭关 那他为什么闭关呢 他闭关是因为他读佛学院的时候 被他们的师长取笑 他就不甘认 然后他就说好 我要闭关修行 那你的心 你这种心 第一个你这种心本身就不对 当然用功哦 我一定要 我们叫做发愤图强 那也是好事 可是你在用功当下 你这个心不去除 你就觉得我一定要用功 我一定要让你刮目相看 好用功了 结果这种心没有灭掉 这种愤恨不平的心 结果有境界 有境界后来 他没有办法处理就发狂了 发狂 真的很多疯掉 我们刚才说这个 郁城老师在古山泳前市 看见很多 就是棺材龙子里面的 禅修者 这个就是你没有证件 那你没有证件有定之后 那么就麻烦了 提伯达都也有定啊 他后来也是发狂啊 要去害佛啊 后来还相信外道说 没有因果 没有月报 没有恶道 那么断三根 那你看 这个你的根本就好像你地基没有打好 地基没有打好 你盖越高是越危险 地基你只盖一楼的 你只有一楼的地基 你去盖九楼的方式 你就不要发生地震 一样 你就不要有恶业恶元 恶业恶元来 你的政见 你的政见 政思维 政与政业不稳 这个是地基 这个是地基 那这个不稳 那你禅定功夫很好 那么你念佛念到感应 持咒持到感应 我告诉你 这个月立来的时候 风一摇的时候 地震一摇的时候 你盖越高 下面承受不住 下面承受不住 倒下来越严重 越严重啊 不晓得这个原理啊 所以要从什么 要从戒 从政见 从福报 这边开始培养 所以六度波罗蜜也是这样啊 布施持戒忍路 布施是修善业 持戒是不造恶业 不结恶元 布施是造善业 结善元 这个是根本啊 然后忍路呢 把转化恶元为善元 你过去的恶元要转为善元 不然他以后还是会有障碍啊 然后后来才开始什么 警警禅定 然后引发无落会 那前面也是要有政见 布施持戒忍路 都要以波罗为导 波罗为导 那波罗正解脱已出生死 他是第一个功用 第二个 导万恨已入自海 就是这一些 这一些智慧 带领你怎么布施 怎么持戒 怎么忍路 不是像一般人的布施 不是外道的布施 不是一般人的忍耐 不是外道的忍耐 不是外道的持戒 就是有智慧的布施持戒忍路 他还是以政见为主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看见很多 不管是在家出家 什么都不懂 缘起不懂 世地不懂 没有觉察的能力 没有调伏自己烦恼的能力 就是戒嘛 那么 关起门来 谋起进来 谋起心来 就是念佛持众 拜佛 我告诉你 这样的用功 本末导致 真的 没有功夫还好 有功夫更危险 盖越高 楼盖越高 地基不稳 那是越危险 上面的重量 下面承载不住 真的 那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 那一出家就要闭关 你都不晓得 什么是修行 很多人错误以为 我一直打坐 一直打坐 就是修行 我一直念佛 一直念佛 就是修行 我一直诵经 一直诵经 就是修行 或是认为 我只要按照倔义 那么一直 就是职界都不犯 就是修行 我告诉你 都还不是 那个都是 职界是根本 但是不能因为职界就得解脱 没有办法 禅定是助力 但没有办法因为禅定就解脱 但是你没有职界禅定 没有证界 你也不能得解脱 但也不是只有这个可以解脱 那么这个赤地 跟这个根本之末 你都要 你都要清楚 真的 我以前也不知道 老实说 我以前用空 我讲过 我以前也用空 真的 每天我在浮衍的时候 浮衍还要上课 不是不上课 我用课语的时间 每天至少拜三千拜 那时候我也是障碍很多 我就觉得拜佛可以消业障 家里的问题 自己本身的问题 反正就觉得业障多 那我们就觉得嘛 礼佛一拜灭罪和沙嘛 我哪有那么多恨和沙 我天天拜那么多拜 拜三千拜 三千大千世界恨和沙 都功德都被我收了啊 对不对 礼佛一拜罪灭和沙 我一天拜三千拜 三千拜也不是简单 你拜拜看你就知道 而且我们还要上课 还要早晚课 后来我改又改 送大波勒金 我一天至少送十卷 我用课余的时间送了 还是要上课 还要出波 都有啊 但是用课余还是可以 你用功起来就可以 你不要命的用功就可以了 真的 那所以很用功 但是你说没有功德嘛 老实上也有 但是收效不大 就是说你在拜的时候没烦恼 拜的时候不会去想什么问题 就觉得拜完了问题就解决了 就会这样觉得 拜完了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专心拜 真的是一心拜啊 真的 可是发现拜完了问题也没解决 拜的时候没问题 拜完了问题还在 就这边有 这边有一个大便嘛 那么很臭嘛 影响你嘛 你天天拜佛 我天天拜佛 希望大便能够移掉 拜的时候没有想到大便 没有看到大便 没有闻到大便 拜的时候没看到大便 没想到大便 也没闻到大便的味道 因为你就专心嘛 可是拜完了之后 大便还在 但你没有去去除他 真的 你会发现他问题还在啊 如果那个问题是一个大便 你不喜欢闻 不喜欢看的 有很多境界我们不喜欢听到 不喜欢看到的 希望他自动移掉 没有 你要知道他会在那里是有原因的 你要去除他 你要用方法 有时候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你去除他就好了 比如说 比如说你跟这个人 有误会 那有误会之后 他常常找你麻烦 那这个是 这个其实就像一个大便在那里 他常常找你麻烦 那你就觉得 我跟他过去有 过去有那种 他是我过去的冤亲债主 我过去跟他欠了债 所以你就拜佛 给他写一张超度的牌位 以前我也这样 谁对我不好 我就给他写一张 超度他累劫 冤亲债主的牌位 他也是我的冤亲债主 就写一张牌位 然后我拜佛回家给他 希望以后他 我们了这个恶缘 那么他当然不知道 但是我们以为方法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希望 我送亲的功德 都回向给你 你不要再来防我了 你不要再来障碍我了 就觉得这样就可以解决 那其实不是 有时候很简单 就是你就去跟他道歉 你就跟他说明清楚就好了 那你没有 你就是不愿意嘛 或是你不想嘛 所以你也不要先视 就是视落嘛 就跟他道歉 他做完误会我 我就跟他道歉 不要 我就好 但是我又觉得他又是我的障碍 是我冤亲债主 所以我就去寺庙用功的时候 就给他写他 写他某某人某某人 然后我要第一个超度我累劫的 因为他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超度我累劫的冤心在主 我送亲拜佛 我都回向给他 然后在没有效的话 特别写他的名字 然后回向给他 然后他有功德 他就不会来防我了 结果我发现 好像也没有 也没有作用啊 那怎么办 其实有时候很简单 就是你就是对他示好 你不用送亲拜佛 当然你回向给他 就是希望他好 但是你其实不是希望他好 你希望他不要来防我 其实是这样 那这种心其实也不是重点 就是没有办法抓到关键点 就像说我们说 旁边就有一个大便 你就起来 把它扫干净 用水冲一冲 喷一些香水就好了 那你没有 你就念佛拜佛 我都回向给他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不是这样子 是解决的啦 那有时候我们那些业障 比如说我没有福报 那没有福报 没有福报 我们就一直拜佛 念佛一生福真无量嘛 一直念佛拜佛 念佛就有福报 没有 念佛当然有福报 但这个福报不是那种福报 你念佛完之后 那么你要怎么样 努力去修缮 帮助别人 那么这样累积福报 不是念佛一生福真无量 我念佛就有福报了 念佛就是福报 没有我告诉你没有 真的 天人师一得一 师食得食 他不用去张罗吃的 你试试看 你念完佛 你想想 等一下有人给我送饭来 你想想看能不能送来 不一定啊 真的 但是你这个福报 当然当然 天人会帮你送饭来 像道宣律师持戒经验 他天天有人给他送饭来 但是你试试看 等一下不要吃饭 等一下看看有没有天人帮你送饭来 没有啊 你没到那个程度啊 所以你还是要稍微要 你要知道你现在是什么状态 你要怎么样次第去解决问题 不是什么都是诵经念佛回向就好 没有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哦 不是什么事情你都送经念佛回向就会解决 这个问题老实讲 我之前也都是这样解决问题啊 但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那我会觉得我拜佛 那个时候我还没去读佛学院之前 我经常拜88分 而且也有灵验 老实讲也有灵感 也有感应 其实你用功起来都有感应啊 真的啦 没有那是没感应的 但是老实讲不能解决问题 他只是暂时让那个问题延后 他其实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但是他也不能说没解决 但是就是没有真正解决啊 没有彻底解决啊 所以你还是要去从问题的根本 去解决它 就好像定 定让心不起 比如说释迦佛回修禅定啊 在定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哦 你心一尽性啊 他没有问题啊 他没有什么问题啊 就定禅定 他什么都不想哪有问题 什么都不想没有问题 就是在定 所以很多人会误会 烦恼扶助就是断除了 烦恼只是扶助而已 并没有断除 并没有断除 那你没有去找那个真正的原因 你一开始就不认识 没有真正认识 什么是问题 那什么是根本 什么是之末 什么是开始 什么是最后 事由忠实嘛 物有忠实 事由忠实 物有本末 那么你一定要先认识 所以佛法 你看佛法 佛法缘起是讲什么 讲本末次第 根本是什么 我见 我爱 有没有 次第是什么 无明原形 行原事 事原明色 是这样来的 明色原六路 六路原处 处原受 缩原阿 起原有 有原生 便死又背骨脑 由我见 带着我见 面对境界 生起我爱 染着这个我爱 制造恶业 恶业感召生死 就这样 他次第就是这样 他的本末就是这样 他原始就是在跟你讲 本末次第 所以法法经的最后一个实如是 就是如是本末次第 那一样 你要先了解这种东西 烦恼从哪里来 为什么会有烦恼 是什么样的烦恼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 解决到什么样 他才是究竟解决 你都要知道 可是你会发现 多数的修行人 不管是在家出家 都有修行人 多数的修行人 不知道 不清楚 不明白 不了解 毛起进来就修行 都不知道什么是修行 人家告诉你 那个地方好 赶快去那里 一听到就赶快跑 你都不晓得好是好在哪里 去到那里才知道 这个不是我要的 你又要跑回来 那如果累在半路上 累死在半路上 那就更不值得了 有些修行是这样子的 有些也是毛起进来修行的 不是这样的 修行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一定要先有证件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现在就讲到佛陀 在讲他过去 这个心在哪里 所以他讲你看 他发现他自己 多足 足就是追足 就是心里面都挂碍着 过去的这一些武艺功德 那佛陀过去有什么 佛陀过去是个王子 西达多王子 他的爸爸是晋范王 他的妈妈已经生到天上去了 他对妈妈的印象应该没有 因为佛陀生出来没有多久 七天还是多少天 不知道几天 他的妈妈就死了 他不是难产 但是生下来没多久就死了 所以他应该对妈妈没有印象 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妈妈 叫做姨母 就是大爱道 那大爱道也是难陀的妈妈 所以佛陀从小就是备受呵护 就是因为他们家 金范王子大概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看得到的 就是金范王子有两个儿子 一个 两个儿子一个孙子 一个就是佛陀 一个就是难陀 那难陀是他的大太太 他们两个是姐妹 就是摩耶夫人跟大爱道两个是姐妹 那有说这两个姐妹都嫁给金范王 好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观点来讲 那么他有两个太太 这两个太太是一对姐妹 就好像孙也是这样 孙好像也是娶了姐妹 那么这两个姐妹各生一个而已 多生一个而已 一个是西达多 一个叫难陀 那西达多二十几月就去出家了 难陀后来没有结婚也去出家了 第六年回来难陀更小 那他对他小时候应该对他妈妈没有印象 但是长大后他有印象的就是大爱道 跟难陀 还有他在堂兄弟 那因为他年轻被受呵护 被受呵护 据说他一出生的时候 阿斯陀先年就来跟他看相 阿斯陀先人 那这个阿斯陀先年跟他看相说 这个也是他们传统的惯例 就是国王生出王子之后 那么这个会请看相的来 那么这个阿斯陀先年看了这个佛陀的像 就是西达多的像 那个时候还没成佛 就跟他说 这个小孩子有三十二像 就是庄严了 相貌庄严了 那么 这个他说 这个小孩子有相貌非常庄严 所以这个小孩子以后 不是做法王 就是做转临圣王 就是做国王 因为加比罗位国基本上很小 小国 所以基本上 如果做转临圣王的话 转临圣王的意思 其实是统治世界的王 统治世界的王 那么我们的历史上 还没有转临圣王出现 历史上还没有转临圣王出现 因为没有人真正统治这个世界 只有统治最多的大概就是像亚利三大 陈奇斯汗 大概半个世界都他管 但也没有整个世界 转临圣王其实是整个世界的王 那有没有可能有这种事呢 有 因为越来越越来越多 有点像联合国的主席 但是他也没有管 但是就全世界的王 那么 说以后佛陀会做转临圣王 没有做转临圣王 就是做这个法王 那因为 金万王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很怕他出家 所以小时候 就极尽所有的福利都给他 而且让他感受到世间的美好 给他盖了三十宫殿 春夏秋宫殿 春就是他的一个宫殿 还有春 可能就是我们讲三十宫殿 雨季的宫殿 或是什么样的宫殿 夏天的宫殿 春夏 因为印度没有冬天 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那种冬天 那可能有些说春夏秋的宫殿 就是盖了三个宫殿 让他在这里在那里 而且他已经把王宫里面 长得比较不好看的 年纪比较大的 有病的 全部都请出王宫去 里面只留下年轻的 美貌的 庄严的 不管是男的 女的 然后充满努力的 那就是释迦佛小时候过的环境非常好 非常好 让他学习一切的知识 骑马 射箭 打仗啊 种种 所以他小时候其实是过得很幸福的 备受呵护 备受疼爱 而且他们堂兄弟里面他最大 他最大 那么根据记录就是那一些 他们大概有几十个 因为他们有四个国王 那么生的还蛮多 就是有几些堂兄弟 表兄弟 那有一些是表兄弟 比如说莫利夫人 这个摩河南的这些 琉璃王也过来这边学习 所以他们那些堂兄弟 表兄弟非常多 还有大臣的儿子 这些都是贵族 差地利的 那么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 而且都是以希达多为主 那之后主要两个人 希达多跟提伯达多 那么这两个人基本上是 带领这些堂兄弟的 所以希达多那个时候过去的 你想想 你想一想 希达多过去的这一些生活 肯定是非常美好 而且充满什么 就是充满的这种 因为他回忆过去这些都是很美好的经验 来自于他娶了耶稣陀罗 生下了罗侯罗 他生罗侯罗没有多久之后 他就决定要出家了 他决定出家 他要出家的心是更早 更早 适时观根的时候 就是他看见荣物根田 然后又看见老病死的形象的时候 因为宫里面没有老病死 宫里面没有 但是他在宫里面玩的时候 或是出门看的时候 他会看得见 这些给他带来相当大的震撼 就好像我学佛也是这样 我学佛是 以前我们家 我小时候没看过死人 真的没看过 我们也没有扫木 我们没有木可以扫 我小时候没有扫过木 就是我们没有祖先的木 但是我们家就是在 我们家旁边就没了 我们家旁边就木羊 我们常常看别人在扫木 但是我们自己没有木可以扫 我们家的那些家族 我看的对于都是年轻的 我阿公最老 但是那个时候也都很年轻 我阿公阿嬤很少在生病 我很少看 那个时候年轻有看过老 但是很少看过病跟死 没有 我没看过死人 没有亲眼看过死人 后来有一次我看过死人 非常非常震撼 真的 我心里面几天几夜 没办法睡觉 真的 那个时候给我很大的冲击 我在想这个人 为什么会死 死到哪里去 人到底有没有灵魂 就开始想这些东西 想到非常害怕死亡 万一我死了怎么办 像他那样都不能动 旁边的人再哭他也不能动 真的 我就会非常害怕 后来因为这样得了脑神经衰落 真的 又吃药吃不好 那时候给我很大的刺激 后来我就开始去想 你为什么会死 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宗教 研究哲学 那时候很年轻 死亡的震撼太大了 那你想想西伯多 西伯多从来没看过 突然间他看的都是美好的 我看的不是都是美好的 但是我没看过死人 这个是真的 也没看过那种 咽咽一袭的病人 我没看过 后来真的看了 就非常大的震撼 西伯多也是 第一个在看见那些 农夫耕田的时候 那些鸟 吃吃虫 那个虫 针着去吃虫 然后虫被从土里面翻出来 然后农夫打这个牛 那个牛流汗冒血 还要被人打 那旁边的人 他那个农耕 印度人有这种习惯 春天的时候要有农耕节 然后国王要带领 释放撒一些种子 他们参加 西伯多会带去 因为以后他要主持 国王要主持这种 春耕的那种 他们有那种季日节日 所以他被带去看 那大家都看到都 不会想到这种事 不会想到这种事 可是西伯多都想到了 他看那个农 农夫顶着太阳流汗 打那个牛 那个牛被打 顶着太阳流汗 又打 打得有时候流血 然后汗流下来 那土跟上去 土里面的虫被翻出来 那个鸟就等在旁边 真的去吃虫 他看到这一幕 他就想到 众生不自在不得已 住在土里面的虫都被翻出来 那些鸟为了吃这些虫 故乡打架 争吵 那农夫为了耕田 农夫为了耕田 也很辛苦 牛也辛苦 鸟也辛苦 虫也辛苦 多辛苦 生命是如此的辛苦 其他人看了不会这样想 其他人看了就是哇 春要浓耕了想到收成 想到这是一个节日而已 其他人都在那边欢喜啊 哇 你看 同样的境界 同样的境界 西达多看到的是苦 世间的无奈 逼迫跟不自在 其他的人看的就是 不一样 很过节啊 后来他慢慢 他这件事就放在心上了 后来慢慢 他就是学习了 然后之后就看见老病死 然后因为他那个时候 已经娶了耶稣陀罗 耶稣陀罗是天必成的 那么公主 后来 后来还生了罗后了 他已经开始察觉到 这个世间正一步一步的 因为他看了老病死嘛 这个世间已经一步一步的 朝着老病死 而且他看见老病死的时候 他很惊讶 所有的人都会老吗 是的 所有人都会老 不管你是国王 也一样 所有人都会死吗 所有人都会死 没有一个不死的 这个是不能改变的吗 是的 是不能改变的 因为沦迴的观念 在当时就有 当然有一些人 想要解脱沦违 他不能不死 但是他未来可以不死 他现在生了就必定要死 但是他可以不死 但有一些人当然也认为 可以藏身不死 有一些人也在决定这个 所以释迦佛后来 西达多后来就去想 这件事情他放在心上 后来他才会出家 那么我们再说 他过去一定过了很多快乐的生活 他王子 而且是王子里面中的 最有影响力的王子 王子中的王子 就是他王子中的王子 很多王子 见到王有四个兄弟 生出来的都是王子 都是王子跟公子 但是他是领头的人 他是领头的人 所以他过得比别人更好 所以他会想到说 过去这些生活 他会直取 他还会直取 你看 他还会直取 无欲功德 你看那个时候 他已经是修行者了 而且修行公屋照理说也不错了 也不错了 那你说像我们出家这么久 你说都不贪爱吗 我告诉你 也还有 不可能没有 都还有啊 但你问题是说 你都比较多贪爱什么 这每一个人不一样 有些人就注重穿的 有些人注重住的 有些人注重吃的 每一个人注重的不一样 每一个人注重的不一样 有些人喜欢听好话 喜欢人家赞叹他 很讨厌人家批评他 那有些人不管这些 有些人就 你给我吃好的就好了 你怎么骂我是没关系的 你怎么抢我是没关系的 好像每一个人直取的不一样 但问题你要知道 你直取什么 因为这个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就好像每一个人生的病不一样 那问题你要知道 你是生的什么病 别人生什么病 当然你如果可以帮助他帮助他 帮助不了 你比较在意的是 你生了什么病 那每一个人生的病不一样 每一个人生的病不一样 那你要知道 你哪里比较有病 像我的话 我眼睛比较不好 所以我常常要保护眼睛 那这个吃了会对眼睛好的 我就会多吃一点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一样 修行是你哪里的烦恼比较重 那这样修行 比较能够调补这个烦恼 我就比较要注重这种的修行 一样的道理 其实在这里 那你这个都不懂 你都不懂 你也不知道你有什么烦恼 什么样烦恼比较重 你也不知道怎么对峙这个烦恼 你也不管 你就是天天念佛 天天持咒 然后烦恼就自然消了 然后福报就自然起来了 我告诉你 你不是这样子的 修行不是这样修的 可是你会发现 多数人是这样修哦 就一个咒语 一个佛号 一部经 然后就怎么样 然后就叫修行 这样修行 这个也不是说不修行 但是你会发现 他没办法解决问题 没办法解决问题 真的 我以前是这样修过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说我一天拜三千 最早是拜八十八佛 哎呀我很努力拜 我告诉你 我一天至少都拜两三次 那么只要这个人家里有问题 我说 我告诉你 拜八十八佛很有效 我带你去拜 真的 我带着他亲自拜 我就记得有一个居士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 我在台北上班 那时候我已经学佛了 我也很热心啊 初一十五都鼓励大家吃素 今天初一十五 那么我买素质便当给你们吃 便当我买 但是你们吃素就好 大家也很欢喜 偶偶初一十五吃一次嘛 又是我请他当然还欢喜 欢喜我也欢喜 我就觉得我在做工的嘛 那么我记得 那个时候公司有一个同事 他的爸爸很奇怪 就住院 那么住院 住院哦 然后每次 每次又出院 每次医生说明天可以出院了 今天状况就改变了 因为他上班也不能常常请这样 那不去雇又不行 常常去雇公司也不可能 你一直跟你这样啊 他又回来上班又很累 所以他就起很大的烦恼 那我就问他 那你是为什么常常这样 他说他爸爸每次顾好了要出院 你医生说明天可以出院 今天病况又不一样了 两三次都这样 搞得他也很烦 又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说好 我带你去拜八十八 我非常有效 因为我拜八十八 我拜到有感应 哎真的 我就说拜八十八 我就好了 反正凡事拜八十八 就会好 那个时候我的观念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上完班就说 我告诉你 这个我们台北有一个讲堂 我每次下班我就带他去拜八十八 我自己就拜了 那么我又带他去拜 下完班我就带他去 去佛导教 我拜八十八 那么普广佛 那么普明佛 就一念一拜 那么多么罗巴 赞摊相悟 我拜到差不多可以背起来 真的 真的就不这样拜 拜到法界葬身阿弥陀佛 后面又有发愿嘛 普仙菩萨的愿嘛 然后就不这样拜 一拜 拜回来没多久之后 我就每天拜他 每天拜他拜哦 我说你要拜 拜就会好 真的没有多久 他爸爸就顺利出院了 真的呢 没关系啊 你慢慢敲啊 我听得到 你不用紧张 结果就真的出院了 那你就会更相信哦 你就会更相信 其实也都会有感应 但是单单靠这个 也没办法 后来我爸爸 我爸爸被众生卡到 我也在他拜八十八 我说你跟着我拜 我就拉着我爸爸拜 拜到不知道第几尊佛的时候 我爸爸就不能动了 那个众生不能动的样子 我不晓得 我众生会越欢 我爸爸被众生 就是有这种 有这种 我认为有这种症状的 我就带着他拜八十八佛 在家里 我说你来 我就前面铺个墊子 那么铺光佛 我就把我拜 因为我爸爸不知道 我说你合掌 我拜的时候你就拜 那么铺光佛 他就拜下去 拜他第三尊第四尊 我爸爸忽然间 整个人都不能动了 真的 他不给他拜还是怎样 我不晓得了 反正也有很多很灵验的 很多奇怪的事情 但是 并不是让人解决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没办法解决 他可以让问题减缓 或减轻 但没办法解决问题 没办法解决问题 但是佛法里面 当然你说戴灿 念佛 这些也不是没有作用 不是没作用 但有时候不是就这样做就可以 不是哦 真的 这个我都经验过来了 真的 我以前也是这样修过来的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事情的修行次第 就是说它的根本在哪里 你没解决那个问题以前 就好像你水锅臭 水锅臭喷多一点香水 让它不臭 那香水完了呢 香水灰花完了呢 臭还是在啊 你用这个 你用那个防布把它盖住 让它不臭 好 暂时盖住看不见 那防布破掉的时候怎么办 它还不是又在 有点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修行的次第 而且你要察觉 所以佛陀你看 佛陀过去 他知道他的仙都在哪里 所以他就用方便 就是用方法 善巧的方法叫方便 那因为他的心都在追逐过去的 所以他就告诉自己 在追逐过去的时候 他要把重心 修行的重心 放在问题的根本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 我告诉你 你修很久都不会有 不是没有功德 不是没有作用 作用不大 没办法解决真正的问题 真的 好 时间大 我们先下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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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